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卧槽 车里面的 你给我听好了 你在二十分钟前已经出车祸死了 是你不遵守交通规则 未带头盔 闯红灯走的 现在我们是来送你最后一程 请你不要乱搞 不管你还有什么心愿未了 也和我们无关 知道了没 六哥 你看 这个死人在哭 他流眼泪 他是不是没 你小子不要满嘴放炮 刚才这人脑浆都流了一地 你没看到吗 六哥 那现在怎么办 事不宜迟 咱们抓紧时间回火葬场 相信交通大队那边 很快能联系到他们家人的 等他的家人来了 自然就没有问题了 不打扰您了 您就在这里休息休息吧 相关部门已经在联系您的家人了 很快您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完了完了 我怎么在这里放屁了 卧槽 一二号 我怎么看你心不在焉的样子 你怎么了 六号哥 刚才咱们运送遗体去停尸房的时候 那个出车过死的人 我总感觉他的眼神老盯着我看 我好害怕 还有 咱们从停尸房出来的时候 我在停尸房里面还放了一个屁 卧槽 你开玩笑的吧 哥 我没开玩笑 我说的是真的 这不要紧吧 小龙没告诉你 停尸房里面不能嬉皮笑脸吗 你居然还放屁 你牛逼啊 我 我也不知道啊 可能是把遗体抬到床位上的时候太用力了吧 早在咱们运送遗体去停尸房的路上 我其实就想放了 主要是那个遗体盯着我看 把我给吓得憋回去了 你这家伙 你让我说你啥好呢 你还是去问问小龙吧 看看怎么弄 我也不知道了 时间不早了 我赶紧得下班回家 二号 出去一趟感觉怎么样 一号 我 我 怎么闷闷不乐的 是不是被吓到了 哈哈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不用怕 可 可我今天看到了死人流眼泪 而且我还在停尸房里放了一个好臭的屁 哎呀 流眼泪那是身体的自然反应 放屁不是很正常吗 过槽 你说你在停尸房放屁了 哥 你 你们之前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鬼吗 怎么放了个屁 这么严重 哎呀 你这个家伙 那样说主要是因为有很多是自然现象 而是担心你害怕啊 可你这个家伙 居然一点不听 哪怕在大伙人面前放屁 也是不尊重别人的行为 这下好了 你直接在停尸房放屁 那么多遗体呢 那么多尸体 你全给得罪了 我了个去 你真牛 哎 你这个家伙 哭啥 你得解决问题啊 你这样 待会我陪你去停尸房 你挨个给他们道歉 如果他们原谅你了 那不就行了吗 你要记住 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 都是讲文明和讲理的 真的可以吗 放心 王主任让我带你 我肯定会好好教你的 而且 你现在也只能相信我啊 我们是同事 我是不会骗你的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 嗯 现在晚上也没什么人了 你先起来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过去 二号 你待会进去 一定要对他们保持足够的尊重 真诚礼貌的道歉 千万不要乱说话 知道吗 嗯 知道了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冒昧打扰了 当才和六号来运送一号床位遗体的时候 不小心在这里污染了空气 向大家表示真诚的歉意 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你们的家属带各位回家的时候 活葬场会送他们一束花 表示馈赠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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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给大家赔个不是 抱歉了各位 现在就不打扰大家休息了 嗯 一号 已经好了 好 我来关门 一号哥 这样真的就没事了吗 应该没事了 哎 你刚来 这些事不懂其实也怪不到你 不过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千万不要再犯这种错误 一定要对他们保持足够的尊重 好的 我知道了 我以后一定牢记规则 嗯 走吧 咱们回职班室 一号哥 咱们厕所在哪里 我有点想撒尿 晚上憋到现在呢 办公大厅那里才有厕所 就在你后面那条路 你去吧 我在这等你 不用等我 我过去几个小编就回来 快得很 这里有路灯 能看得清 算了 还是等他一会吧 免得这小子 露出什么尿饿子 就是在家 半夜也不能照镜子 吹口烧 不要在尿液中 看自己的长相 为了避免惹来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就有了这些风俗 卧槽 远住 不要看 远住 七 什么不能照镜子 都是迷信 走吧 一号哥 尿完了 好 咱们回值班室 二号 你刚才上厕所的时候 干什么了 我没干什么呀 我就接小便 然后洗个手就出来了 哦 那你有没有看自己的尿液 或者照镜子啊 没有啊 谁看自己撒尿啊 照镜子 我好像照了一下镜子 因为洗手的时候 脸上也溅了水 擦了擦 哦 没事没事 今天晚上你就在值班室待着了 那也不要去知道吗 你是不是有点困 想睡觉了 对啊 一号哥 你怎么知道我有点困 我现在特别想睡觉 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糟了 这家伙想弄照镜子 照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爱真做死 那的二号 你不能睡 今晚无论如何也不能睡 你第一天上夜班就睡觉 那以后还怎么办 要是被盲主任发现了 肯定会把你开除的 不能睡哦 知道了一号哥 对 我不能睡 第一天上班就睡觉会被开除 到时候没工作 老爸的腿还等着治疗呢 对 我不能睡 奇怪 一号哥 我突然又精神起来了 嘿嘿 这咋回事 哦 不困就不困吧 没事啊 啥也没发生 看样子还不严重 小刘这个家伙 应该还是同胜子 音气暂时被阳气给压制了 等明天四爷来了看看再说吧 那个 你平时玩不玩B站 嘿嘿 这你可问对人了 我玩了 我是傻逼二次元 哈哈 一号哥也玩吗 哈哈 当然了 我也是傻逼二次元 不然你以为我这个角色怎么来的 本集播放完毕 请您点赞评论分享 下集更加精彩 感谢观看